哎 如果你刚毕业还买不起车 但内心又想当秋名山车神 你会怎么办 这是我们团队三年前拍的陕北哥们 同样泡海漂丰田 他 漂武林 从那时起 我就对武林充满好奇 特别是在我最关注的电动车领域 红光迷你EV更是异军突起 实现低价神话 连各国友人都直呼想要 其实每个消费者都想车便宜 却又都不甘心买便宜车 所以武林到底是怎么解决 这个世纪难题 造出一款又一款白菜家的神车呢 今天我们就来扒开武林的廉价外衣 彻底看透它 先快速给大家捋一捋 武林的车凭什么能卖那么便宜 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教授 之前拆过一辆顶配的红光迷你EV 完全被武林的成本控制能力给整蒙了 一辆车 俩车门三万块四个座 别人控制成本套偷摸减配 红光靠直接补配 比如说一般电车为了延长续航 都会有个再生制动器 红光迷你直接砍掉这个功能 成本利捷2500块 它冷却电机也没用常规的水冷 直接赶成风冷 又省一大笔钱 还有很多车上的常规设备 都没用车规级产品 光明盛大只上普通商用产品 最狠的是初代红光迷你 连气囊和空桥都没有 但车友们也不咋吐槽 毕竟红光都没嫌你穷 你有啥资格嫌人家不够好 下见 这个日本教授暴力拆车后 做了个很硬核的成本估算 车的合计成本在26900块人民币左右 如果再算上研发 营销推广 物流等等开销 卖这辆车就是在保本边缘 但懂得都懂 武林不怕亏本卖低价 是因为人家挣钱 主要靠卖新能源车积分 我粗算了下 红光mini EV2020年 卖出去11.3万台 按当时每积分3000块算 人家纯卖积分就能躺赚13个亿 2021年这车再创销量新高 卖的积分钱就更多了 而且据车主反应 不止买武林便宜 用车成本更绝 官方宣传说的是 每公里五分钱 车主实测表示 天天上下班开30公里 晚上充电 直接从家里拉根线出来 每月成本80块封顶 而且因为车小 洗车老板都不好意思收你原价 正常洗车收30块 洗你这辆10块就好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武林够便宜 但中国便宜车也不少呀 为啥大家都热衷于武林呢 这就要从车友心理学说起了 我们消费者都想车便宜 却又都不甘心买便宜车 武林深盖我们这种 财力不够还死要面子的德行 在保证车价极致低的同时 还放出三个大招 淡化廉价感 武林品牌总监周行说 他们不想把红光mini EV定义为车 而是要把它打造成快销品 炒完之类 这个操作就很渣男了 相当于你不把妹子定义为以后孩子他妈 直接把人家当暑期玩伴 这样一来 对彼此的要求就低了不少 把耐用品做成快销品这个套路 电子产品和奢侈品行业是玩得最溜的 想当年 手机电脑也好 名牌包包也好 都耐用得很 但后来快销品文化的腰风吹满地 厂家一个个都不愿意再花钱去打造耐用品了 毕竟你产品整得又贵又耐用 谁还换新品 你这钱还咋挣啊 包括现在离婚率高和这个也大有关系 我们都受了快销文化的影响 不合适就换就扔 已经不像老一辈那样 东西坏了 关系破碎了 还拼命去修修补补 而武林呢 正是车圈第一个光明正大做快销品的 比如这个红光迷你 用的很多非车轨级设备 寿命确实没别的车耐用 不过现在国人换车周期平均就三到五年 而且既然这车价格接地气 还定义为潮丸 那车里的很多设备 能用个五年八年就知足了 没必要追求车轨级的二十年 由此可见 武林车上各种因为低配设备而导致的问题 都可以被快销文化和潮丸属性所淡化 说起潮丸属性 不得不服武林爸爸 一手搞出个另类改装圈 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 改装版的红光迷你都是万众焦点 这个车开在路上的回头率非常高 我都不敢等红绿灯 因为我只要等红绿灯 就会有师傅把窗户摇下来就会问 以前我们只知道武林的车能装 拉人去给兄弟撑腰能拉十几个 拉货去给兄弟盖房 能拉六代水泥五代沙子 八百多斤都不是事 你面对的货越多 武林就越能装 据厂家实测 这种12瓶一箱的啤酒 它能装160箱 也就是2000瓶啤酒了 这样一辆五万不到 非常的X的神车 原来都只有男人买 大家对它的认知就是个体创业的 回本神器 但自从武林推出了红光迷你 人设都变了 女司机占比超过60% 90后用户更是高达72% 一辆价格只要三台iPhone的电车 开始被小姐姐们各种魔改 有人把它变成城市中的坦克 有人改成嚣张敞篷 还有人直接拿来致敬起头文字笛 改装店的老板说 如果你想改装一辆比较大的油车 用时就要进一个月 但红光mini这个尺寸 第四天就可以交车 搞出了个快餐式的改装文化 特别适合当代年轻人 而且这车的内饰本身就极为简单 几个物理按钮 外加一个基础显示屏 相当于一个毛胚房 特别适合在里面搞装修 另外它跟特萨那种还不一样 特萨车内饰走的是科技风 不适合加入太多元素 而且高科技的玩意儿 真用起来学习成本还是很高的 不像武林整个操作逻辑简单粗暴 就连老人和平时不玩车的小姐姐 都能一秒上手 网上那种让人很惊艳的 便宜房子大改造视频 大家都看过吧 武林改装车就是车圈的这玩意儿 有很多改造方案都火出了圈 我曾经遇到一个宝马mini的车主 拿着宏光mini的那个图片过来 说要改这个颜色 有个数据显示 宏光mini EV车上80%的空间 都可以进行再创造 而且这个价位的车即使改杂了 你也一点不心疼 难怪车主的改装率高达72% 除了推崇改装文化 宏光还和各大品牌梦幻严动 大搞联名 和时尚界的L搞时尚空间 和一家手机搞炸街摄影 和网易游戏搞手游车型合作 全都让mini EV的潮度和知名度up up 以前武林车能当网红 基本都是民间行为 靠男司机卖命飙车 但现在武林车走红 除了有官方骚操作外 更有劳于各路小姐姐的帮衬 诶 说到这 我就联想到了巴拿马的车文化 在真正了解每周之前 我一直觉得你如果不是很有钱 是怎么会重视艺术的 毕竟这玩意儿 花钱还不能当饭吃 但巴拿马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即使是廉价的公交车 大家也会自发对它进行改造 外观被各种魔性涂鸦 在车里 司机也会加入自己的各种可爱小癖号 一个周 两个骰子 换挡杆上的猴 真的好魔幻 有句话说得好 Great art is like great sex 你需要很多激情和想象力 还要那么一点技巧 但并不需要很多钱 无论是巴拿马 还是武林独有的车文化 都印证了这句话 在之前的视频 我聊过世界上最贵的车 老斯莱斯为什么会那么贵 这集视频呢 我聊了价格天平另一端的武林 为什么白菜价还能被人奉为神车 极端的事物总是特别吸引人 在下一集视频 我会用中英法粤语整个活 聊另一辆中国神车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 我是电动安马 下期再见